最近所流行的复古风潮 艺人纳豆他也为之风靡 他搜藏了20款古董游戏机 要价都要3000元以上 这比起过去的价格足足贵了三成到七成 而另外呢还有复古型的数位相机 纳豆他一个月花将近6000元在复古机上 而且随时的把他带到工作场所 一边工作一边玩 玩这个还可以 这个还可以给他聊天 因为这个其实没有那么难 后边有点抽 男人掌上型游戏机玩个不停 艺人纳豆秀出20款的古董游戏机 这些宝贝他随时带在身边 即使是工作空档也要抽时间玩一下 难得秀出私家珍藏 艺人纳豆仔细介绍 对于每一款都很有研究 光是Game & Watch的游戏机 就收藏了超过10个 像这个有摇杆的机型 1983年出产 利用光反射原理 还有彩色绿光片 用手遮住上方的透光口 就无法看到一幕 一台要价7000元 另外还有一种小型机 1981年出产 有黑白也有彩色款 要价3000元以上 20年前这些游戏机 要买800到1000元 平均都涨了三到七倍之多 喜欢一个月 比如说花个五六千块 然后买一两台这样子 慢慢买 慢慢买 然后把它全部收起来 对啊 因为总共有三四百台 私家收藏的 还有3000元的 3D万花筒游戏机 以及要价 15000元的数位相机 工作之余 纳豆还不忘重温 童年时光 中天新闻 一晚热流量亨 台北报道 中天新闻